孙杨直播含泪哭泣 痛哭落泪 说出自己最大梦想 为国家争光 再为梦想拼一次 中国对冲十斤却没有他 太遗憾了 本次巴黎奥运会 中国游泳势力是全方位的崛起 我们有十大项目都有机会去冲击金牌 除了秦海洋张宇飞 两大领军人的两个各自的招牌项目之外 潘展乐的自由泳 唐乾廷的挖泳 同时还有汪顺的混合泳 甚至还有两项接力项目 男女四乘一百的混合泳接力 和男子四乘一百的混合泳接力 都有机会夺负 那么相比较之下 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游泳军团 少了孙杨 真的是让人感觉非常的遗憾 毕竟他是整个奥运历史上 中国游泳队当中 成就最高的男运动员 三块奥运金牌摆在这 孙杨最近在直播连线里 是再次痛哭落泪 他说自己真的是 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梦想 想要为国家再拼一次 想要为国家再去争得荣誉 他也坚信 自己有朝一日一定能够再次站到领奖台上 再次为国家去 赢取荣誉 但是这一天 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或许是后面的全运会 或许是亚运会 但是这届奥运会没有他 确实显得黯然失色了很多